各位同学好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因为去执勤的关系 所以没有听到六之一的范例 那这里我们简介一下 复习一下六之一的范例 好那六之一主要就是在讲 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 是跟质量的乘积乘正比 然后呢跟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跟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那这个重力常数g是因为 我们如果有一个乘正比的关系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写成等号 那等号要写成等号 就需要再加上一个比例常数 那这个g就是重力常数 好那么这个设置只适用于 只适用于点对点 那经过微积分的证明呢 可以把它应用于球壳对球壳 那这时候距离r就是球星到球星 那球星到球星 球星到球星 那个球壳的球星到球星 可以使用的话 那整颗实心球也是可以用 但是注意哦 要是均匀的 质量均匀的球 和球壳才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现在星球 星球我们通常在 没有很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把星球当成是 质量分布是均匀的这样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算这题了 他说 像卢土这样的一个太空船 它在月球和地球的连线上 那么希望说它可以受到的 合力要是零 那这么一来 太空船应该要在哪个位置呢 如果你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距离地球和距离月球 一样远 那这样应该会被地球吸引比较大 因为地球质量比较大 那你能不能放在靠近地球呢 靠近地球远离月球 那远离月球造成的效应是 月球对它的吸引力越小 那地球对它的吸引力越大 那地球本来对它吸引力就大了 那你再更大 它就更被吸过去 所以是不行在左边 而应该要放在右边 要放在靠近月球的地方 去增加月球对它的吸引力 而尽量减少地球对它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左边 那我们假设这个太空船 它距离地球X 距离地球X的距离 那这样的看来 它到月球的距离就会是 珠-X 好那这么一来呢 距离有了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小太空船质量是小M 那有距离有质量就可以上万有引力了 它收到了两个力 一个就是地球对它的力 我们这个叫FD 然后以及月球对它的吸引力 F月 虽然我的图是画 把太空船画下来 不过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我是 月球是在这边 然后地球是在这边 希望不要搞混了 这个引力的方向一定是指向球星的 好 那我们就来写写看吧 地球 对太空船的引力 会是大G乘上地球质量 而地球质量屏幕告诉我们 地球的质量呢 是81倍 地球质量是81倍的月球质量 好 所以我们就把地球质量带入81M 再去乘上太空船的质量小M 除上它和地球质量的距离X平方 然后另外一个力 是月球对它的力 月球对它的 对小太空船的引力 一样是大G 这时候乘上月球质量大M 乘上太空船质量小M 除上距离 这时候是D-X 括号平方 要使合力为0 要使合力为0 那这两个力就要一样大 当等号成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把重复的G消去 把重复的小M消去 把重复的大M消去 最后变成了81除以X平方 会等于1除以Z-X平方 两边一起开根号 然后开根号以后会有正负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正负9 再去除以X 会等于Z-X分之1 交叉相乘会有得到两种结果 一个是9珠-9X会等于X 另外一种是9S-9珠会等于X 所以第一种结果是 X会等于10分之9珠 第二种结果是 X会等于X会等于8分之9珠 哪一个是对的呢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是错的 因为X如果一旦大于珠的话 整段是珠 X大于珠你会跑出去外面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变成才是8分之9珠啊 那你不会是放在这吧 太空船不能放在月球的左边 因为这样它会受到两边的吸引力 它这样的话所受的总重力就不会是0 所以第二个选择是错的 第一个选择才对 10分之9珠 距离地球10分之9珠 合力会是0 10分之9珠